是不是要一段時間 他才會真的見笑 他一次是應該是還好對不對 不過等一下洗完臉 你就會覺得滑滑的 哇塞 你可以編褲 然後認真的看我嗎 你塗到我的嘴巴什麼的 兩位好 老闆 你好 老闆 你們一進來 嘴的牆上 都是那個餅 是 很像已經很少見了耶 這個是一個韓城啊 父親 以前在救人的時候 都有這些 那些地方試身 這種送的點 所以把它拿下來當作製麵 有沒有覺得進來那個 伸長體狀的感覺 我會不會這樣 我會不會 整個都是牆壯的起來 對啊 就是你們這裡 很特別的地方 你們可以泡湯 還可以喝雞湯 還可以敷麵膜哦 對 那有可能 敷有可能 待會兒就讓你看看 好 哇塞 這個看起來很補耶 我第一次喝忠耀黃的雞湯 之前就是外面喝過的雞湯 對 但忠耀黃雞湯感覺就是 真材實料 聞的有一種阿公的味 阿公的味 阿公的煮雞湯是不是 想到那種阿公味 忠耀裡面是你自己搭配出來的嗎 這個湯頭是我搭配出來的 嗯 沒有錯 比較不一樣的是 它的味道比較濃韻 濃 妳可以試試看 好喝耶 真的就超補的感覺 中藥是濃郁的 但微微的不苦 它是有回甘的味道 這肉是 其實它只是體味 還是真的要吃嗎 其實我們是補充它的蛋白質 就是還是可以吃嗎 對 還是要吃 不是只有喝湯嘛 就是養學補氣 現在不養生 未來養醫生啊 喔 吃吃了 精進了 對面 你看 現在就是年輕人 真的要注重自己的身體健康 很重要 不然你真的到了一定的年紀 你開始體弱多病的時候 你就開始崩潰 是 你看年輕人都熬夜嘛 然後山西產品也多嘛 手搖飲也喝嘛 所以說 癌症的機率也越來越高 嚇一跳耶 像這種嚴重的 是 好啦 不要害怕 前面講的 症狀我都有耶 然後結果絕對的癌症 我嚇了 所以你都知道現在要多 舒服 太舒服了 我們這裡是中藥行 我們這裡在中藥行泡酒 它有一點那個薑的味道 對 它可以去含 還可以去找臭嗎 中藥有一些 成分有一些芳香的東西 然後對於這種 角氣的東西 甚至於廚師啊 消暑啦 溫丹田啊 這些都是我們泡腳的好處 這個是我們的面膜嗎 對 我們做中藥面膜 它本身是以前慈禧太后 請玉衣所配的方子 叫做玉蓉傘 還有檀香耶 我想聞聞看 這怎麼唸 湯 這個檀香不是拿來燒的嗎 是 一樣的 其實它可以本來入藥 純香也可以入藥 也是拿起來燒的 所以它除了可以燒 也可以吃的意思 它是可以吃的 我跟你講你聞超香 我聞大口 所以是這些藥材都在裡面 對 把它摸成粉 這是你看到的 有點像黃豆粉的那個顏色 好 剪刀石頭布 你輸了 你的感覺比較稠耶 這個味道 因為像鄉下玩泥巴小孩 你才像 超像的 你看不到你屁吧 換我了嗎 沒有 剪刀石頭布 還是你就都不要敷 還是你就 這是養顏美容 你怎麼吃養顏美容 剪刀石頭布 我以為可以乾乾淨你呢 來來來 妳出往就更乾淨 妳是整臉嗎 對啊 但臉腳好像滿需要的 閉開眼睛就好 好舒服喔 冰冰的 閉開什麼 閉開眼睛 是不是要一段時間 它才會真的見效 它一次是應該是還好對不對 對 不過等一下洗完臉 你就會覺得花花 真的喔 你可以憋覆 然後認真的看我嗎 而且你塗到我的嘴巴什麼的 剛剛敷完有沒有覺得 咕嚕咕嚕咕嚕 彈彈的感覺 這個其實是有 我覺得有變光華一點 好玩 Yeah Yeah